全国创举 张花县政府4日宣布社区法律行动专车正式启动 未来将由消保官、纳保官及泛保官主动巡回社区宣导 保障民众食安、税务权益 避免被诈骗、维护县民安全 过去的所谓的这个消保官以及我们的纳税官、税务官 以及我们的犯罪保护官三个官结合在一起 一起来保护我们的这个乡亲 那我们也选择我们张花八个分局区的一个这个主要的一个社区 透过社区结合他们相关的这个母子的相关的一个社区 那共同来推广我们这个三保护众生的一个这个活动 那在这边也要谢谢我们这个地检署的一个这个检察官们的一个这个指导 那也要谢谢社区的一个配合 那这个跟我们本署的业务有息息相关 站在地检署检察长的立场要谢谢县政府的帮忙 因为不管在食安或者是纳税或者是在犯罪被害人保护官 如果这三位的功能能够发挥的话 可以有效的来减少很多的犯罪 也就是减少很多遗憾的发生 县府首创结合消保官、纳保官及犯罪被害人保护官 及县府推动食品安全连政工作小组 以在地服务精神进行食安消费、税务服务及反诈骗的一系列宣导活动 让民众能够获得正确观念 期望能以预防重于治疗方式 透过就近零距离接地气社区服务 提供公务及法律咨询 强化保障相亲权益 公益频道张华允张华采访报道